這國防部犯了這個錯誤 要嚴查 剛剛我們講他說BUG BUG我們從電腦上來講 可以說是程式錯誤 但是BUG也可以解釋什麼呢 細菌 病毒 還有竊聽器 也可以用BUG這個字 所以是不是國防部 被人家竊進去了 是不是國防部 他的程式裡面 或他裡面 有人在操作這件事情 這要嚴查 因為這個錯誤很嚴重 會不會有人故意 或者是蓄意的 透過這個程式的攻擊 從外部進行攻擊 來篡改你的程式 或者裡面有誰 原本應該要操作的方式 他用別的技術方式 來讓這個發生連環性的錯誤 你不排除這個可能性對不對 這個實際上我覺得 以軍中做事的嚴謹性來講 不至於發生這個錯誤 而且這個一看 這個應該要做double check 誰是什麼名字 什麼柱子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錯誌 有可能是外力入侵 也有可能是內部 但我相信 我相信我們的幹部 國軍幹部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覺得保防單位要查 每一個環節哪裡出錯 如果確實是因為 這個電腦出現問題 那也請資通單位 或者負責這件事情的相關的單位 負責人出來做說明嘛 你在操作上哪裡出現的問題 或者你有病毒發生的問題 或者是有駭客入侵 這都應該要可以查得出來 包含你國防部裡面的人事單位也好 因為這牽涉到人事單位 也牽涉到他的這個所謂的 資通通信電腦單位 也包含你這個相關的行政單位 那這一定是有個環節出錯誤 要找出問題 嚴德巴要找出問題 因為這個對國防部的威信來講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不應該讓這個事情就是輕輕舉起 就輕輕放下 而是要嚴查 因為這個東西 你今天這個剛剛有講了 軍人連改已經出現了這麼大的反彈 你這一招是不是就是做球給他打 有些人是就是在等待這個時間 超級的豬隊友 對不對 讓你好看嘛 那你日後你的所有的寄出去的通知單 他都可以質疑有問題 那我會覺得這個問題 你怎麼可以就找一個 一個中間的官員來說明而已呢 那你國防部你有沒有組成 你先要組成一個調查委員會 先組成由部長親自擔任召集人 然後來 召集相關的人士 當然你也可以從外面 國防部外面召集科技人士 網路人士 大家來做這個徹底的調查 否則我會覺得 這個對於蔡政府來講 其實你看到這個志工黨的民調 因為我昨天有參加這個民調的發表會 志工黨是一個什麼團體 中國有一個叫志工黨 一樣的名字 中國志工黨是一九四九年之前 在中國大陸成立的一個政黨 他當時是以這個華僑 僑卷成立的 這個政黨當初是支持毛澤東 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所以他成為中國目前所謂的八大民主黨派 中國建有八個在野黨 但是這個在野黨都變成叫政治花瓶 沒有什麼用 因為他當初幫助了 共產黨成立的政權 所以毛澤東都讓他們存在 那中國有個中國志工黨 台灣也有個志工黨 我不曉得這兩個有什麼關聯性 那名稱一樣 但是如果有關聯性 表示他的政治立場 可能是比較偏來的 是 但他做出來的民調 反而是對民進黨是有利的 就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反正52.3%的民眾是認為修正 這個內容是有合理性的 修正這個軍公教退休的法例 32.3%是不合理 將近差了20% 20%很大 這絕對在物操範圍內 以外 另外我們看到有56.1%的民眾 是認為說 年改考量的是國家財政 及整體利益 下不得不得調整 也是五成以上 所以有五成以上的民眾都會支持 但是有趣的是 對於蔡英文的處理 有46表示滿意 44.2表示不滿意 雖然滿意過於不滿意 但是誤差範圍內 表示什麼 就是說這個社會是分裂的 一部分人認為改太多 但可能有一部分人認為改太少 所以變成說滿意跟不滿意 好像差不多 但是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現在反而是社會 對於這個年代 基本上來講多數 從這個民調 如果志工黨是有機構消營的話 那都呈現這個民調的話 那如果有一個比較客觀中立的 或者機構效應比較低的單位來做 可能支持度更高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 最少在內地的 打電話 我們先進去